昏迷美女被好心人带走治疗,谁料好心人就是个毒贩,本期丽哥带来电影《杀手临墨》。 灰暗灯光下的三个男人,轻松地动作神情下,却透露着严肃凝重的氛围。 第二老大肖长生因毒品生意的庞大利益而被诱惑,可却让金玉惠内部产生分歧,因为帮派老爸心中的净土不许被污染,且直言不悔地拒绝了这一要求。 转身离去时,身后隐隐而尽的红酒不言而喻的灵慧,杀手出动了。 泰国边境,本悬游与璀璨辉煌夜色中的帮派老大女儿黎墨,身后多出了昏暗的黑影,发现后黎墨快不离开,谁想正前方的退路也被拦截。 短暂的凝视,矫健的动作,三人的纠缠,黎墨的胜算丝毫不应一比二的局面而降低。 其中一名歹徒顺其手边的木板,朝黎墨打去,三个钉子狠狠地被扎进大腿根部, 而后被踢入水中。 帮派老大回到家中,灯光下两个杀手的身影出现了,红蛇和黑龙正是萧长生的手下,这一刻老大明白自己已有性命之忧。 黎墨拖着受伤的腿回到家中,透着玻璃,看见了迎面的第二击刺痛,父亲因正义和本分引来了杀身之祸。 黎墨就这样在房门外目睹了父亲被杀的全过程。 正当黎墨想要冲进去时,被身后强壮的手臂一把拦住,而后拖走。 肖长生为坐上老大的位置,将帮派另一创始人袁梁架空,将袁梁在帮内的事宜,全都交于黑龙手下。 袁梁为保性命,只能忍气吞声。 另一边的黎墨依旧处于失去父亲的悲痛之中,而这时袁梁推门而进,原来是袁梁救下了他。 此时的黎墨明白,自己不再是温室的花朵,应该承担起铲除罪恶分子的责任。 三年里的勤苦练习,让黎墨的身手更加精进。 在三年后的第一次露面,黎墨找到被警察追赶的仇人,那个曾将板钉刺进自己的大腿,想将他置于死地的仇人老怪。 两人打斗中,黎墨被划伤腿部,但也成功地杀死了老怪。 可在深夜之时,黎墨的意识逐渐迷糊,眼神迷离,冷汗不止。 本轻微的刀伤上却愈发严重,黎墨这才意识到刀伤没有毒,而后昏迷,滚下山脚,不幸人事。 老怪的死让萧长生意识到,老恩远没有了结,他清楚这一切都与原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。 另一边,黎墨被这三年来的噩梦纠缠而行,眼前的一切都是陌生的,环境是陌生的,身上的衣服是陌生的,伤口上的绷带是陌生的, 窗外的教书生和孩子的同音将他吸引,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,而后那个教书先生回来了。 就在为黎墨喂药汁时,黎墨逼问他的来历和用途,原来他是寨子里唯一的老师和医生,颜温,寨子里无人十次治病, 他一学院毕业后便回到了寨子,返捕故土,黎墨学问过后急于离开,便再次昏厥倒地。 颜温细心地为黎墨换药,熬药照顾他,黎墨也被这个阳光温柔的男子吸引,在房内偷偷地望着, 颜温与孩子们嬉戏玩耍后,强然离开。 黎墨回到了原梁身边,被告知三年前一脚将自己踢下水的人,正是自己的救命恩人。 同样也是原梁的手下船长,原梁告知红蛇将和船长一同出现, 要黎墨跟踪红蛇查出毒品下落。 原梁也告诉黎墨,当年他父亲被杀表面是意见不合,实则是萧长生想爬上老大的位置, 这样黎墨心中的仇恨再度被引燃。 就在船长与红蛇交易完成后,黎墨尾随红蛇离去, 但心中的愤怒让他一路紧追,被红蛇发现这身后的小尾巴。 一个紧急掉头后,两人四目相对,红蛇对黎墨紧追不舍, 而后两人进入了树林之中。 在奋力的拼搏中,红蛇被黎墨杀害,而后警察赶来, 却会发现杀人凶手的身影,只发现了泥潭中几条不同的车轮椅。 原梁对于黎墨的擅自行动非常生气, 他毁了他的计划,也暴露了船长的身份,置船长于危险之中。 果不其然,萧长生下令黑龙追杀船长, 一路的紧紧相逼让船长无路可逃,最后被割喉而死。 原梁也被金鱼慧和萧长生再次盯上, 黎墨再次回到寨子里,找到颜温换药。 两人袒露心扉,闲聊之时, 黎墨了解着颜温的种种过往,而后熟睡。 在黎墨熟睡时,颜温偷偷画了一幅他的肖像画, 且两人产生了情愫。 正当两人距离越来越近时, 警察来了,黎墨跳窗而走。 警方闯入房内,看见了颜温画的肖像画, 成为追捕黎墨的有力证据,并将颜温带回警局。 可颜温一口咬定,与黎墨素未相识, 只是病人为他换药,让警方无能为力。 黎墨回到原梁住所, 却被早已潜伏的黑龙抓获,被带回金鱼慧。 而原梁就站在车后, 远远地看着抓走黎墨的车越来越远。 对于原梁现在的威胁让萧长生后悔不已, 后悔三年前没有将原梁一起杀死。 而被关进小黑屋的黎墨轻松逃脱,杀死守卫, 一步一步地潜入内部, 发现了毒品的研发地和搬运地。 黎墨悄悄地将手雷放入毒品内, 想要毁了这一切,完成父亲的心愿。 而后步步靠近萧长生想抱杀父之仇, 却因对手过多,不得不先撤退。 黎墨将黑龙引进毒品制作室, 两人搏斗许久, 黎墨都未能成功将黑龙杀死, 他意识到自己不是黑龙的对手, 引爆毒品内的手雷, 一声巨响,毒品的一切毁于一旦, 黑龙被炸死,而黎墨只是轻微受伤。 手机铃声响起, 另一头肖长生和袁梁的对话, 让黎墨明白,自己不过是一枚棋子, 他以为的成功, 其实另藏有隐瞒, 袁梁只不过是在利用黎墨的报仇心理, 来对付肖长生, 对于黎墨父亲的死一丝一毫都不在意, 甚至他一样想成为老大, 在黎墨面前,袁梁依旧是一脸和蔼, 指着肖长生的尸体, 说为他报仇, 可黎墨的神情让袁梁意识到, 自己邪恶真实的一面已经暴露, 手的悄悄挪动, 想要举起身旁的枪, 黎墨一抬手向袁梁开了一枪, 可黎墨却没有伤及袁梁一分一毫, 便转身离去, 可袁梁却紧紧相逼, 正当袁梁要一击将袁梁杀死时, 警察出现了, 将袁梁打死,抓走黎墨, 而阎温就在不远处目送着, 偶尔还是左右了自己正义的一面, 在暗中协助警方捣毁金鱼会的过程中, 黎墨也做出了不法行为, 也挣扎过, 彷徨过, 放弃过, 但最终他回归于自己, 回归于正义, 阎温独自一人回到寨子, 实验台上的种种毒品和脸上的冷漠, 与平日里的阎温判若两人, 戛然而止的结束, 亦有劲而运无穷, 对于阎温的身份, 只有无限的遐想, 正义、邪恶, 看似相反, 实则相连, 正义会被邪恶左右, 邪恶会被正义感化, 善有善报, 恶有恶报, 罪恶分子不是得到恶果, 就是终将伏法, 而无论是代表正义的警方, 还是身为普通民众的教书将, 在面对邪恶的时候, 也将会抛开一切情感及利益因素, 而维护正义, 那么今天就到这了, 我是立歌,